- 大家好,我們是絕代ShawQ,我是戴Q宗宇 - 今天呢,是一個結婚生活大抱怨的一個主題 - 對,大爆料 - 大爆料 - 我們現在已經同居兩個多月了 - 然後結婚一個多月了 - 因為在結婚之前,就是在同居這兩個多月之前,我們也沒有住在一起生活過 - 頂多就是他以前住士林嘛 - 然後有時候可能假日就會住他家一兩天這樣 - 然後我呢,是平常都完全住在家裡面 - 所以也是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那麼自由過 - 就是結婚以來,然後我們就有一些話想要爆料的啊 - 趁這個時候就是把不滿的都說出來 - 你也接了很久對不對 - 一直想拍這個主題 - 我們先來說 - 你結婚之後 - 最受不了對方的地方 - 好,那你先說 - 好,我講囉 - 好 - 就是我覺得 - 我覺得我老公他都一直在打電動 - 看到電動都會想買 - 買電動你就會想玩 - 然後每次只要玩電動 - 然後就會玩不停 - 然後玩到可能要上片了 - 然後還在想要玩 - 就會讓玩電動的時間優先 - 然後上片就變成最後一刻才會上這樣 - 就會想說你可能 - 可以有些 - 有些 - 有些玩電動的時間啊 - 可以陪我之類的 - 因為我會知道 - 你要剪片 - 然後就會給你剪片 - 然後就不去草禮 - 但是有時候你剪片的時候 - 就會再玩電動 - 到最後才會去剪片 - 就是 - 但是玩電動的時間可能有點太多了 - 那我要怎麼改進啊 - 也不是說要限制你少玩一點 - 或是少滿一點點 - 好啦我會多陪你一點啦 - 但是 - 玩電動還是不可少嘛 - 畢竟這個消遣 - 打花了一下時間 - 那有什麼優點嗎 - 那有什麼優點嗎 - 那你會不會講啊 - 會換你了 - 換我講嗎 - 那個家裡打掃得太乾淨了 - 我真的沒什麼好漂亮的耶 - 圍林沒有什麼值得挑剔的地方耶 - 又會煮飯 - 又會掃地 - 然後又那麼賢惠 - 又美麗 - 今天想說要拍這個 - 然後我就在想說 -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爆料 - 可是 - 好像沒有耶 - 第二個可以講的 - 就我們來講說 - 結婚後的改變這樣子 - 就是婚前婚後有什麼不一樣 - 嗯 - 有什麼不一樣 - 但其實我這個人是這樣 - 我就是 - 就是活一天算一天的那種感覺 - 就不會說 - 會一直擔心說 - 明天怎麼辦怎麼辦 - 後天怎麼辦怎麼辦 - 以後怎麼辦怎麼辦 - 我就是專心的活在當下 - 所以我比較不會想說 - 結婚前的時候 - 每天都在想著要幹嘛 - 好像沒有什麼幹嘛 - 也是一樣 - 就是也是過一天算一天 - 每天發生什麼事 - 就每天這樣解決 -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- 可能是我自己不知道吧 - 那你咧 - 我覺得 - 就結婚後 - 就變成是兩個人嘛 - 三個人 - 三個人 - 應該是三個人 - 就是像 - 一樣 - 今天講講會想哭 - 為什麼 - 是不是想哭 - 幹嘛想哭 - 你講出來可以一起哭啊 - 是哪一種想哭 - 難過的還是什麼的想哭 - 你就覺得說 - 就結婚之後 - 或是同居之後 - 就是會多一個身份 - 就是叫做 - 棋子 - 就是會變成要 - 照顧整個家裡 - 就結婚之後 - 你覺得要想的東西就比較多啊 - 然後要做的事情也會比較多 - 比如說 - 比如說 - 你可能像 - 現在就是要 - 就是要 - 就是要不得打掃家裡 - 嗯 - 可是平常在住屋處 - 也是會打掃家裡啊 - 也是會啊 - 洗衣服也都要洗兩個人 - 你看像出去逛街那些的 - 你看像出去逛街那些的 - 終於要什麼東西 - 你不用幫我買啊 - 你就自己買你自己就好啦 - 但你又不會自己買東西 - 我不太需要買什麼東西啊 - 對啊 你就買你的就好了 - 結婚後要缺 - 缺煮飯啊 - 雖然你沒有 - 你沒有說叫我要煮的 - 我們也沒有到很常煮 - 但是就是 - 就覺得這些都是東西 - 都還是要學的 - 因為後還是有小孩啊 - 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哭了 - 嗯 - 確實就很像 - 你身份上的一個轉變 - 然後可能還有自己心境上面的 - 嗯 - 轉變 - 就是婚前婚後就會蠻不一樣的 - 然後你看像現在早上 - 你可能去上班啊 - 然後在家裡 - 在家裡就是有剪片啊 - 或是打掃家裡啊 - 就是大概是這樣子啊 - 然後就下班就等你回來啊 - 一起吃晚餐啊這樣子 - 嗯 -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- 我覺得最想哭啊 - 因為自己 - 可能一下子太快就當妻子 - 然後又要當媽媽 - 但是也沒有到不開心啊 - 只是想到就會覺得 - 是會覺得有點想哭這樣子 - 嗯 - 還有嗎 - 像優點 - 優點 - 優點 - 的話 - 最優點就是 - 會比較體貼 - 體貼我是 - 孕婦這樣的時候 - 而且終於都會抱著我睡覺 - 是嗎 - 可是你都抱孕婦症 - 有啊 - 會抱你耶 - 呵呵呵呵 - 開始睡的時候是抱著的 - 終於家屋都會幫我倒垃圾啦 - 嗯 - 因為倒垃圾有些東西很重 - 要跑來跑去的 - 所以家裡倒垃圾是重的 - 我以為沒有特別分工 - 就是自然而來就變這樣 - 還有嗎 - 還沒有 - 換我 - 剛剛就是講嘛 - 很會煮飯啊 - 其實 - 維琳也是剛剛你才學的 - 她之前也因為沒有東西給她煮嘛 - 她都煮外面 - 其實都外食 - 可是 - 她煮的東西真的蠻好吃的 - 呵呵呵 - 有一次來你還做那個 - 那個生辣椒的那個蘸醬 - 做得很像外面的一樣 - 還會做炸豬排 - 什麼水波蛋啊 - 蛋花湯啊 - 那種 - 感覺很家常 - 可是對我來講 - 其實有點難的東西 - 我就覺得很厲害 - 我本來有一個想像說 - 我跟她住之後 - 然後就會看到維琳很邋遢的一面 - 結果沒有耶 - 怎麼會這樣啊 - 其實也蠻愛乾淨的 - 然後地板都掃得很乾淨啊 - 衣服也洗得很乾淨 - 有時候還會刷陽台 - 好辛苦 - 我就覺得維琳很貼心 - 就讓我自己 - 比較沒有一種壓力吧 - 沒有後顧之有的感覺這樣 - 可是之後 - 然後上班這件事 - 我之後可能會 - 慢慢就 - 沒有去上班這樣 - 我評估一下收入狀況 - 如果收入 - 有辦法支撐我們的話 - 那我就 - 不用再繼續另外 - 去弄一份工作 - 就專心待在家裡 - 因為現在維琳就沒有出去工作了 - 她剛好懷孕嘛 - 所以她就在家 - 就專心的弄我們頻道 - 那我可能是一半有頻道 - 然後一半還在工作 - 主要的溝通的角色變成維琳這樣子 - 我就提我的意見 - 然後看這樣這樣 - 我們討論一下 - 之後才會有更常溝通這樣 - 其實現在Youtuber的收入其實已經 - 滿夠我們兩個生活了 - 對啦 對 -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 - 想要多存一點錢 - 然後 - 所以終於也還在外面工作 - 就雖然已經可以支撐 - 但是我們想說 - 現在還是可以多賺一點錢 - 就是現在 - 這樣子我們也可以多存一點錢 - 之後要生產啊 - 又是一筆 - 對啦 然後之後可能買車啊 - 嗯 - 這些 - 就是 - 因為之後可能要生產啊 - 還要養小孩啊 - 嗯 - 因為之後還是要 - 更多花費 - 對啊 - 差不多是這樣 - 對 - 然後我補充一下 - 嗯 - 就是我剛才會哭 - 我覺得 - 我覺得不是 - 不是終於對我不好 - 只是我自己 - 可能就是這個 - 就是真的這個身份的轉變 - 太快了 - 太快了 - 太快了 - 才會這樣子想哭吧 - 嗯 - 可能衣服又比較愛哭 - 嗯 - 嗯 - 對啊 - 但終於終於對我不好 - 因為還是很愛我 - 外面下雨了 - 呵呵 - 突然下雨了 - 對啊 - 突然還是 - 還是很幸福的 - 嗯 - 嗯 - 就是 - 有喜 - 又苦 - 有笑 - 有甜 - 對啊 - 我覺得這樣子很幸福耶 - 雖然我們能夠 - 清潔的日子不多了 - 對啊 - 但是也很期待 - 明尼Q出來 - 剩三個月 - 但是三個月後 - 又是不同的生活 - 滿期待的 - 剩三個月的 - 兩人世界 - 現在已經三個人了 - 我們之後沒有辦法 - 兩個人這樣子很悠閒的 - 躺在沙發上了 - 看電影 - 看電影 - 對 - 其他部分都會跑 - 對 - 就繼續 - 繼續維持 - 對 繼續維持 - 好啦 - 好 - 對 我們同居生活大爆料 - 結果 - 變成同居生活大爆哭 - 呵呵呵 -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- 喜歡我們的影片 - 記得按讚 - 訂閱 - 分享 - 開鈴鐺 - 那我們 - 下次見 - 掰掰 - 請小孩 - 老師 - 按讚 - 師傅 - 請覓 - 往下 - 現在 - 按讚 - 炸 - 趴 - 動画 - 按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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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